好 来到自己的展台 这一次2024成都车展 自己带来了全新的LS6 那大家看这台车 其实跟我去年在上海试驾的时候 基本上外观内饰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号 为什么要叫全新呢 因为这台车据说他们在整个底盘 包括配置在自驾等等体验方面 这台车开起来用起来都像一台新车一样 那具体有些什么值得我们关注的 走进去看一下 那这一次的全新LS已经开启预售了 叠加了高达7万5的一个预售成维之后呢 它的整个预售价格呢 是下探到了22.99万到29.99万的 那这个价格呢 我觉得还是挺香的 因为它标配了有这些零锡数字底盘啊 四轮展向啊 而且包括激光雷达和Orient X芯片在内的 高阶驾驶服势手 还有包括那些什么书响座椅啊 以及这个智慧大灯等等的配置都是标配的 所以诚意是非常足的 那同样呢也是会推出四款车型了 从后驱车型到顶配的四驱 从625公里呢一直去到800公里了 那所以真正到上市的时候 要看看它的价格会不会更加有惊喜啊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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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